大家好 我是宋新智 我们今天继续分析无人战机未来发展可能的突破领域 和可能采取的一些技术对策 我们这种猜测是基于俄乌战争中无人机的使用 它存在的问题 以及无人机作战样式的发展变化 技术动力的发展变化 以及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不同国家对无人机的发展不会完全是一个路子 它一定要参考本国的国情 这才是无人机发展真正的动力 和能够持续的有所作为的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说这个无人机的发展 尤其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首先研究是中国的无人战机如何发展 那么首先这里面有几个动向 我们从十四届珠海航展看到的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巡飞弹的发展 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这个巡飞弹呢 第一它就价钱非常便宜 它简单了很多 不回收 肉包子打狗 去了就没打算回来 就属于那个荆轲刺青王 那个壮士一去西不复还 根本就没打算回来 所以它省掉了很多麻烦事 而它自己的这个航程动力 最简单的就是电动螺旋鸟 而我们知道 中国民用的这个电动汽车也好 各种这个电器也好 现在中国的这种电池业的发展 非常厉害 所以这个电动的巡飞弹的这种 依靠电作动力的这个 在这种民用电池的这个技术的 飞速发展之下 它的续航时间非常厉害 我在驻海航展看到 中电科的一款 40管的巡飞弹的发射装置 它是一个装在一个小卡车上 小的一个军用越野车的后面 那么我随便问了 我说你这每个巡飞弹的巡航时间 能够多少时间 它说两三个小时吧 我大吃一惊 美国人的弹簧到600 也不过就是45分钟 为什么?电池容量不够 中国那个呢? 说我每一个那小东西 飞两三个小时 没问题 这可不得了 如果它是速度150公里 巡航速度 它两个小时就出去300公里 你要知道它不用回来 如果是三个小时的话 它就可以出去400公里以上 出去400公里的话 这个作战半径可就比较远了 而且还能在目标上盘旋一段时间 找到目标站去 这个就很厉害了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电池产业的一个优势 也是巡飞弹这种以电为动力的 螺旋桨推进的最简易的 它带来几个好处 一个是干净的能源不污染 第二储备很简单 你不是电池充电吗? 然后非常廉价便宜 那你想以一个电机带一个两片来讲 这个成本一定是非常低的 但是随着电池容量的增加 和它的飞行性能的提升 它可能现在两三个小时 将来可能还会提升 再提升那就是不得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 随着你的作战续航时间的增加 你的区域封锁能力 你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和就业图结能力 我不但白天能去 我晚上也能去 这个就厉害了 所以我想可能无人作战飞机的重要突破 现在看得见的就是这个高性能的 中国的巡飞弹值得关注 而且它那四十个碗还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四十个碗中间它可能有十个是专门侦查的 它不扎下去 那三十个是一头扎下去是有攻击能力的 它区分功能 先出动的可能是几个侦查的 那有没有 省得我去了没有目标不就白去了 先侦查 侦查完了真有 一群蜂窝就去了 那所有的目标都别想在这些 巡飞弹面前能够存活 这就很厉害 第二个特点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 中程辽机飞鸿97A这个情况 它是专门用着空战的 这个以前没见过 无人机原来都是用于侦查 或用于对地面海面目标的攻击 也就是说朝下看 现在它把那个光学探测窗放在飞机的前机头的上方去了 它朝上看 什么意思 我要看空中目标 我要打空中目标 但是这么小的飞机 它雷达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它的雷达指导信号 是通过母机或者说它的掌机 提供空中目标在哪 你去搜索 然后它带着弹 我采取A照B射方式 这样一来就我就大大简化了我的攻击系统 我飞机比较小重量比较轻 我也可以完成超视距攻击 真要实现了这个 那空战方式都发生改变了 这个方式美国人也在琢磨也在下功夫 但是我还没看到它能做到像飞鸿97这样 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呢 我觉得问题也是有的 紧共参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我们说飞鸿97A的动力有点问题 一看是两台小推力发动机 什么含义呢 就是大概类似 南昌的 轿石飞机的那个发飞机 但是呢 它肯定是不带加力的 如果它要求超音速飞行 那么就得带加力 如果不带加力 就只能亚音速飞行 这个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知道双发飞机好处是安全性好 就是一发发动机停车 我还可以继续工作 起码执行任务问题不大 也不会立即坠毁 单发就没这好处了 一旦发动机停车的话 那就只有滑翔着陆 或者就坠毁了 就没办法 但是我们说双发飞机 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 它的使用维修的费用 大概要增加70% 就是你单发飞机 飞一个小时 比如说是1000美元 那么如果你双发 对不起1700美元一个小时 这个增加量还是很多 对无人机来说 采购费用的增加 维修费用的增加 使用费用的增加 这个都不是好消息 我们说了 无人机要尽可能的便宜 能省尽量省 所以我的看法 将来中程辽机的无人作战飞机 想要投入空战的 它也得经受损失 那么它趋势应该是用一台中推 中等推力滑路机 也就是我们说千期飞机用的那种 大概最大的时候 就不加力的时候 大概是在四五千公斤 加力的时候呢 大概在六七千公斤 这么样一个水平 同时呢 我的建议呢 你直接就用千期飞机的 窝盆13也好 窝扇13也好 就类似消龙那样的发动机 都可以 甚至就用它到手淘汰的 都可以 因为到手淘汰 一般都还剩下几十个小时的寿命 但是作为无人机来说 它已经够用了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节约成本 就可以使无人机既具备很好的性能 又具备很低的价格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趋势 而且这一点呢 也是中国航空工业所独有的特征 因为其他国家的轻型战机 基本都没人干了 都不玩了 只有中国 轻型战机还不少 程飞那边有消龙 贵飞那边有一个FTC2000 南昌那儿还有一个猎鹰 我们的轻型战机很多 在那个基础上改进 变成无人终成了解 最方便最快点也最便宜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这些意见仅供大家参考